你现在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议题的整理 还有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争议性事件 背后值得我们关注的议题 让我们在看这些议题的时候 不是看热闹还能够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 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也非常期待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您的捐款才能够让独立媒体走得更远更好 做更多更深入的讨论 那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样是在我们这一个 2024落选人系列专访当中的 这个专题的访问 因为我们这个系列其实 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 在选举当中还是有很多的热情 然后非常的激烈的竞争 当然在热情的感染底下 一部分会把情绪转为选票到大党的身上 另外一部分 这些情绪也可能会让我们 不太能够去看到一些更实质的 这种政见跟政策 以及在选举制度的问题 经过了几次的讨论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邀请到的是 基隆市的立法委员的参选人 也是之前的基隆市议员 王醒之来跟我们谈一下 这个落选之后的这些新奇及 他的当时的一些政治的主张 醒之你好 嗨你好 周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上次跟您提到基隆的 这个世界的这个议题 其实也有蛮多的回想以及讨论 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在很多的地方 在外面的观察 虽然我们不在基隆 可是我们大家都觉得 你在基隆市的市议员的任内 事实上非常的认真 然后也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些事情 然后也有不错的评价 那我就蛮好奇 为什么你不继续的当市议员 他应该是一个可以很好发挥的 一个战场 那为什么不当市议员 然后不当市议员之后 没多久又来参选立法委员 这个问题其实有一点复杂 就是说那是因为我们在地方发展上 有一个脉络 那但是在进入这个话题之前 我想先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有看到你们这次专题 是叫做落选者系列 你知道就是说落选者 这三个字对我来说是有点敏感的 那当然当然落选是事实 那但是落选者这三个字 它其实是意味着败选 那可是你知道在我们 开完票当天晚上 其实我发表了一个声明 那当然也就是我们最后选后的感言 我感言的标题是什么 我感言的大标题就是 落选但是胜选 就是说落选不代表是败选 落选也可能是胜选 落选主要的原因就是看说 我们怎么看待成败标准 你今天如果用社会运动的角度来看 其实仓气以来 传统的社会运动 我们大家都知道少输就是赢 所以到底什么叫做胜 什么叫做败 我认为对于每一个有心要投入 政治工作或者是参选夺权的 社运工作者来说 我觉得胜败标准这件事情 在一开始就必须要很清楚的 界定出来 当选并不是胜选的唯一标准 我再说一次 当选不是胜选的唯一标准 那回过头来我们就要问说 那这一场选举或者这几场选举 或者我们不断的选举下来 我们到底胜在哪里 我想的是胜利的胜 这件事情我觉得重要 所以就是说这个落选者系列 没有不好 因为落选确实是事实 但我自己觉得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 在选举作为运动的一种方式的时候 它其实是有一些 我觉得蛮明确的累积 我认为每一个落选人 其实身上都有这个 这个我觉得是必须要被提取出来的 没错 这部分我稍微做 不是打枪你啊 我非常同意你的一些想法 我在很多地方都会讲说社会运动 通常都不会达成它的目标 因为它的目标并不是要马上的达成 而是要透过过程当中 一部分就是你刚刚谈到累积 另外一部分就是 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卷动很多 更多的人 就是说一个成功的社会运动 如果它的主张能够让更多的人 参与甚至投入某种程度上面 它其实就是成功的 当不当选 达不到目标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在很艰难 但是不能够不讨论 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向 对 yes 好 那再回到刚刚 就是那个中翔问的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市议员当的好好的 而且还不错 那为什么不再继续连任 而要出来选立法委员 那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一个复杂脉络 简单来讲是这样 是说 第一个是我本身对于权力就不是那么恋战 就是说我在一选上市议员之后 我很明确的知道 我也很庆幸的知道 就是说 我是在我现在这个年纪当选市议员 那因为刚好就是在我的体力智力 乃至到政治道德和思想武装 我觉得都是到最成熟的阶段 那我取得了一定程度 在地方政治里面的小权力的时候 我很清楚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不会迷失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重要 我们跟我同一届有非常多年轻的议员 然后而且是第一次当选 那其实看到他们在当选完之后 变化的样子 会让人觉得非常非常忧心 因为人真正的样子 通常是在拿到权力之后才会被看见的 那我自己在那个过程里面 我很庆幸就是说 我是到了这个年纪 然后才当选市议员 那所以我本身对于权力本身 其实就不是那么恋战 然后第二是因为我们在地方上的工作 其实向来都是团队工作 所以某甲当选或某乙当选或某柄当选 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意思 因为我们就是团队工作 那我们自己的路线其实也非常不同意 甚至很堵拦就是那个政治人物明星化网红 这样子的概念和趋势是非常非常不满的 所以对我们来讲 对就是我们只要有人能当选 然后我们一路能够进行工作 这件事情其实就非常非常足够了 所以当然当然还有第三个原因 就是说也觉得应该要让年轻人有机会 所以后来接放参选的陈冠宇议员 然后他也非常年轻 现在也是基隆市议会里面最年轻的议员 然后比较有趣的事情是他不是基隆人 然后他跟基隆一点点的渊源都没有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之前有在辅仁大学 当过我的学生 业完之后自己主动来搞我说 想要跟我学习社区工作 我就说好啊那你不怕吃苦你就来吧 然后就一来就吃苦了五六年 那我自己也觉得差不多时间 然后所以我也不太特别觉得我要再连任 然后所以我也就在问他是说 那他愿不愿意试试看把这个工作顶下来 然后看看选民能不能接受他 那你知道他是一个屏东长大的孩子 他在基隆没有半个亲戚 那我们仍然有机会可以顺利连任 不能讲连任因为我不是我在选 但是对我来说其实冠宇的当选 也就是我们团队连任的意思 所以呢就就也得到基隆 或者是在暖暖地区大家相亲的肯定 觉得说我们就算换人做 我们仍然是同一个路线 然后团队的工作是在地方上 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同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不连任OK 那但是不连任之后要做什么呢 本来讲说就是花全心全意的力气 因为本来有想要再回福大上教书 然后可是后来又觉得说 手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就是刚刚你讲到四阶这个议题 所以就就觉得说我至少还要再花一年的时间 把四阶这个议题搞定 然后我再我再回学校教书 因为总是需要赚点钱 然后结果结果弄着弄着就就发生了 5月25日的专案小组第五次的审查会议的事件 然后以及再到后面7月7号的续审会议 然后我们也就看到在环平会上演的金潭托克密室会商的荒腔走版的环平会 那在那个过程当中才比较清楚的经验到说 我们如果没有一个立法委员可以好好的来为基隆说话 或者来进入四阶这个议题 那大概真的这个案子就没救了 所以在那之后要下定决心 就说OK那这样子我出来选立法委员 没有关系 那看看有没有机会在选立法委员的过程当中 也同时把四阶这个议题让更多基隆人知道 我想这是一个重要就是不是以个人做一种出发 而是以团队或是以这个所谓的议题 作为你最关注的对象 虽然你在议员的这个任内当中 在世界上面很多的努力 但实际上面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或者还有更多要去面对的部分 所以你进而参选 这跟这样的一个对议题的关注 或是对地方环境的关注是有很大的关系 那你在这个参选的记者会当中 其实你也提到了说 你相信这一次的这个参选的会是推动基隆 从蓝绿政治走向议题政治的这个重要契机 可是刚刚你谈到这个议题政治 可是在现实上面 它不单单只是一个蓝绿政治 它其实还有一个所谓的地方派系的这个政治 我想在台湾非常多的地方 特别是在非都会地区 这个问题是特别的严重 你怎么去看待这个在地方选举当中 这个蓝绿政治跟地方政治之间的关联呢 那在基隆这些所谓的地方跟蓝绿的运作 这个地方派系跟蓝绿的运作 它又是怎么样一个运作的方式呢 这个议题其实也非常复杂 我觉得题目都非常的复杂 对对对非常非常复杂 那那那而对我来讲 就是虽然我在基隆耕耘了一段时间 但是对于你刚刚讲的一个问题 我其实仍然没有办法掌握的非常清楚 那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因为基隆是过去以来 长期以来就是蓝大于绿的都市 那如果纯粹以蓝绿板块来分的话 就是蓝大于绿的都市 那而蓝色的部分其实向来都是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地方家族在进行掌握 对比方说 这现在此任的基隆市 现任的基隆市市长谢国梁 他所代表的其实就是谢家 那现在刚当选立委 也就是我的竞争对手 但是当选立委的林佩祥他代表的是林佳 那那所以其实在真的讲说在基隆市的家族政治 其实长期以来都比较是跟国民党的地方系统 是能盘根错节的结合在一起 这个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那至于民进党呢 在基隆几乎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家族 那真要真要讲的话 其实民进党本身他在基隆的发展 他其实就是一个政治力量的一个一个一个重结 那但是他并没有用家族的形式展现 他比较是从地方派系的地方政治派系的角度展现 比方说过去林佑昌在担任基隆市市长八年期间 基本上基隆在地方上的力量就会是以民进党的政国会的系统来作为主导 那所以基隆市就是政国会的地盘 包含从立法院当时蔡适应立法委员也是政国会的人 然后市长也是政国会的人就是林佑昌是政国会的人 然后包含有基隆市政府当年 当时林佑昌在任期间的一级首长 其实也有很多政国会的成员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基隆市的地方政治 如果从范绿的角度来看 你可以看到的是派系 民进党内的派系政治 如何在基隆市的地方政治深耕跟发展 你同时也会看到在以国民党为主的 但是并不是国民党决定一切 而是以家族政治为主的力量 在基隆市发展政治力量 所以你会看到的是说 那我更具体的讲 比方说像现在这次当选立法委员的林佩祥 国民党籍的林佩祥 他其实有一个非常显赫的家世 那他的爸爸曾经是基隆市当过两任基隆市的省议员 然后当过两任基隆市的市长 他叫做林水木 他的妈妈叫做徐少平 是当过六届的立法委员 所以呢你就可以想象得到 就是他们家族其实是在基隆市是长期盘根错节 那但是也只能作为基隆市在地家族政治当中的一只家族 那那那而已 那但是其实光是这个力量 如果在跟国民党地方党部 或者跟整个国民党结合起来的时候 就是当地方政治跟政党政治结合的时候 那他就会变成是一个载制这个城市 或这个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那民进党相对起来 比较没有家族政治的盘根错节 所以但是他其实相对的是地方派系政治 然后透过掌握行政资源 跟透过掌握政治权力 然后发展出一定程度的政商关系 那在进行地方政治的经营 所以我们在面对的 我们这样子的力量在面对的 其实是这种 是这个比较 比较 怎么说呢 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他长期以来存在 然后但是也不可能消灭 他只有气势上的强跟弱的差别而已 那我们大概就是要在这个夹缝中找到一点机会可以喘息 所以我们自己的形容大概都会是在十缝中钻出来的小素描 大概都会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想尽办法要把自己的脚踩吻 所以我们我在上一届在暖暖区当选市议员 某种程度也是在这个夹缝中活下来的概念 那当然就会希望小素描有机会可以再往上茁壮 那所以各式各样的社区经营 然后还有方法上的研发和创新 他就会变成是在我们想要从社运的角度来进入主流政治市场当中非常重要的关键 所以地方政治这件事情 我们甚至到现在为止 我自己都还没有掌握得很清楚 刚刚讲的家族都只是一个大的概念 我举例来讲比方说有没有人买票呢 从我们的侧面观察来看 有的而且一直都在买票 而且用各种不同的形式买票 而且这种各种不同的形式买票这件事情 完全不在我们有办法可以掌握的范围内 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正在静悄悄的发生 所以有没有曾经尝试过收集一些讯息 然后丢给检调单位让他们来试的处理呢 有啊 我们在这一次选举之后都有 我们连照片连地点连人连透过什么系统一路往前前往下撒 我们这样子的讯息其实也丢给也丢给调查单位 但是我们也不确定这件事情到最后会如何 但是我们不确的知道这件事情其实在地方上有在发生跟进行 可是你如果要从田野调查的角度来看 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掌握细致的资料 然后而且他到底是用什么逻辑在运作的 我们其实也不是那么清楚 对 我想这也是地方派系能够排根错节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绝对不是我们表面上面看到的这个谁谁谁是谁的小孩家族等等 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他内部有非常复杂的这个政商关系 甚至细微到跟地方组织跟跟宗教团体 跟各式各样的社区组织 他有非常绵密的这种关联性 他的关联性也不单单是钱 也可能是一种所谓的政治权利的分享 或是某种的这个名位的交换等等 或者是在权利上的威胁 例子来讲 比方说我们在这次选举里面经验到最常见的一种威胁是什么 就是地方里长到底听谁的 你知道这件事情其实 你说每一个地方里长 地方的里长他本来就有自己蓝绿的偏好跟倾向 这个是人之常情 但是这个里长他到底要不要为这个党的候选人进行动员 这件事情那就每一个人不一样了 所以像基隆是157个里 那我大概拜访了120几个里 157个里我拜访了120个里左右 那因为时间不够没有办法全部都拜访完 再加上有一些人明确的拒绝我 可是我说我们在拜访里长的过程里面 是非常非常明确的感觉到 里长作为一个政治人 他其实面对像我们这样子的候选人 其实是会好奇并且会有高度的期待 这件事情存在 因为有的里长当了六届七届八届 这样子一路下来 其实对于政治已经都看得非常非常熟悉了 好可是你就会看到一件事情是说 蓝绿各自有大型造势场的时候 他们都会接到上层的电话 然后比方说谁谁谁代表谁打了电话给他就跟他说 这一次的动员请你这边出20个人 那边的动员 然后绿色也会打给他 所以就变成是我们会看到里长想尽办法在里内经营了一群人 这一群人当中大家都认里长作为一个地方投人的对地方上的贡献 所以会在里长的拜托之下 然后这边需要动员的时候就是20个人往那边去 那边需要动员的时候就再找20个人往那边去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看到那种号称数千人乃至到万人以上的动员场合 大概很多都是透过这种方式动员出来的 可是真正要讲的是说那里长不动员会怎样 我刚刚在讲说在权力上作为一种威胁 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他只要放话意思就是说 你在下一次里长出来参选的时候 我推一个人出来跟你选 你就吃不完豆的走了 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明确的事 那我们在这次选举里面有看到太多太多 类似像这样子的在组织上的运作 然后在权力上的威胁 当然比较正面的 不能讲正面 就是说当然比较也有另外一种是在利益上的结合 这个当然也有 但我是说这些当然都是棍子跟棍子跟柔和同时交替在交互在使用的关系 非常非常明确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穿透这些呢 可以但是很难 然后也有机会 然后而且也可能可以做得到 但他需要的就是方法还有时间 这的确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待会我们会特别谈到你的选举 或是你在地方的经营 我们观察到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现象 比较一些有趣的样貌 那刚我们刚刚谈到了这个林家也好 或者是这个地方的政治也好 那我们知道您的父亲是王拓 王委员是这个王部长 那这个您父亲的这个社会的资历 或者是您父亲的这个公职的资历 会给你什么样的限制 或者是某种的好处吗 你会觉得你会是所谓的正二代吗 这父亲给你的影响又是什么呢 好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因为在基隆其实有一些 应该是有为数不少的人 大概知道就是我跟我爸爸的关系 也就是说知道我爸爸是王拓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如果要讲说有父印 印是数印的印 有复印的情况 其实不是现在才有 应该是说从我懂事以来 这件事情就一直存在着 所以在父子关系里面 怎么拿捏这个关系 其实一直都是我前半生 非常非常关键的课题 那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你说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坦白说我认为有好处也有坏处 然后他的坏处甚至大过于我的好处 怎么说 就是说因为我自己在 我自己在发展的运动 基本上是希望能够 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 我期待能够发展出 穿透蓝绿政治的议题政治 这件事情 但是当我号称我用议题政治 穿透蓝绿政治的时候 大家对于蓝绿既有的想象 其实就会有各种不同的欲望或恐惧 会投射到我身上来 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它就是一个需要 我需要花很多力气去处理的事情 就比方说当我告诉你 我不是你以为的绿的时候 我需要花很多很多力气来谈这件事情 那所以 这件事情就必须是要在实践的过程当中 让别人分辨清楚说 哦原来这个世界上 在蓝绿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政治实践的想象是这样的 它在进入到这个阶段的想象的时候 才会比较慢慢分辨清楚 王醒之虽然是王拓生理上的儿子 但是他并不代表 他选择进入了 我们刚刚讲的正二代这个角色 所以我会比较明确的说 就是我后来在选举的过程里面 我也转制了正二代这个词 就是说我重新解构它 并且重新说 就是说我会如果硬要把正二代 这两个字扣在我头上的话 我宁可说我是政治受刑人的第二代 就是说我父亲过去在美丽岛事件当中 曾经做过政治老好几年 然后我也作为他当时作为受刑人的 家人和受害人之一 我们共同经验了那段时期的政治迫害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继承了他在当年党外的精神 这件事情是我唯一可以认可 是我选择继承的是这个部分 这个党外的精神很重要 就是我们越来越所有的政党政治 可是这个政党政治它事实上很容易变成是一种主流的价值 然后在这个主流的价值之外的党外 它到底又是什么 它又可以怎么做 待会我们会再请省事来特别的跟我们讲一下 你在经营地方就我刚刚谈到 他的一些策略 或是跟这些民众在互动的时候 有什么特别的观察跟想法 不过我们现在先要来看一段 你在这个中选会的这个举办的这个政见发表会 里面的一段的谈话 谈完之后我们再来跟您谈到 您所提到的这个政见的内容 特别是你提到一个东西 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财政收支划分法的这个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进入财政正义来看 首先我必须要说 大部分的基隆人 其实会跟我有类似的感觉 我们经常会在过程 生活的过程当中感觉到 基隆仿佛是次等城市 基隆人仿佛是次等的公民 而夹在双北当中的基隆 感觉起来好东西为什么都在双北 所以这过去这么多年来 在政坛上一直也有人不断的在讨论 是不是基隆有机会 可以跟双北进行某一种城市间的合并 我们其实回过头来看 真正的问题是在这个吗 不是 真正的问题是在 基隆市长期财政被边缘化 这件事情才是我们真正觉得 应该要解决的问题 你如果回过头来看 我举几个例子给大家听 第一个例子 基隆市的国中小的营养午餐 单价其实就足足低于双北十几块 谢国良市长非常清楚是希望能够把 基隆市的单价往上调升 能够跟双北齐平 但你知道这件事情 其实就会让我们的教育基金捉金见肘 四年就会破产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很清楚知道基隆没钱 第二 基隆市烂路亡的称呼 为什么永远摆脱不掉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路面品质受损了之后 其实没有钱立刻可以进行修补 你如果翻开基隆市的市政预算 你就会发现 光是道路品质维护的计划 我们基隆市一年只有1.5亿不到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只能修修补补 烂路亡的名号当然摆脱不掉 第三个 我们跟日常生活有关 我们如果每天坐基隆市公车 你就会发现 我们的基隆市公车 竟然是买其他县市淘汰下来的二手车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如果再去调查双北 你就会看到的是说 双北最老的公车 他们只能要求8年以下 但是我们基隆市 有4成以上的公车 车龄都已经超过10年 甚至为了要淘汰车龄 14 15年的公车 我们必须要去采购别的县市淘汰下来 使用了9年的中古车 这个是基隆人的错吗 这个是基隆的错吗 当然不是 我们回过头来很清楚的看到 真正的问题是在财政收支划分法 它作为一个不合理分配的法令 让整个台湾的国税 在县市之间的分配的时候 出了严重的问题 这套法令从1999年开始 一路到现在长达24年的时间 完全没有修正 所以最后导致基隆市越来越穷 你可以看到的是说 中华民国的财税分配 在22个县市之间 大部分的利益全部都集中到六都 而剩下的都是非六都来分配 所以基隆当然越来越穷 我们甚至也会觉得基隆越来越老 不是人口变老而已 而是这个城市的基础建设 就是完完全全的不足 行之很清楚知道 如果要改变基隆 必须要透过立法委员的职务 而且直接到立法院 来开始推动财政收支划分法的修法 我们想要提出另外一个 对基隆来说更重要的难题 它是基隆的危机 这个基隆的危机是什么 就是第四天然气接收站 第四天然气接收站 有一些观众朋友 可能不是完全清楚 它其实就是协和火力发电厂的 更新改建计划 另外要附带做的附属设施 准备要在基隆港的西岸港嘴上 兴建填海造地14.5公顷 填海造地完了之后 准备要再放两座超大型的 液态天然气除槽 每一颗除槽的直径 长达80公尺 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除槽 两个 我们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会对基隆带来五大面向的冲击 第一个面向的冲击是对于海洋生态 因为准备填海造地的地点 就刚好跟基隆市的水产动植物保育区 完完全全重叠 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基隆海域的冲击 会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好的评估报告 明确的评估报告 第二个 它会对海岸的景观带来非常大的冲击 也就是说 未来你如果站在外木山 你如果站在百米瓮炮台 你往下看 你看到的不会是海 你看到的会是一片水泥地 以及两颗巨大的天然气除槽 第三它还会对渔业生产带来冲击 这件事情想当然而一定会发生 第四会是大部分人有感觉的议题 就是它会对于基隆港的营运带来冲击 我们其实看到研究报告都会觉得傻眼 台电委托海洋大学所做出来的研究报告 都已经明确指出 第四天然气接收站的兴建 改变外港港型之后 未来将会让基隆港内的平均颇高增加一倍 也就是说会完全影响基隆港未来的营运 基隆港周边的航港业者 其实都已经连署很具体在反对这件事情 都政治认为第四天然气接收站的兴建 它将有可能会带来灭港的可能性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仍然看到经济部强硬要推动这件事情 而且就是要逼基隆吞下这件事 这个完全没有道理 第五个冲击是什么 我们认为第五个冲击会带来城市安全的冲击 为什么 因为为现在此刻 军港从东岸迁到西岸 它会带来的效应是什么呢 未来西岸我们会看到的就是有军港军营军队军舰 另外再加上港嘴上的两颗天然气除草 面对这件事情 我们没有看到国安单位 乃至到国防部提出任何评估的报告 到最后如果在两岸关系紧张的过程当中 第一个受到威胁的就是我们基隆的基隆港跟市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辉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我们有YouTube频道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收听收看 也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您的捐款 可以让我们走得更远更好 走得更多的报道 做更多的报道以及讨论 也让我们可以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在节目当中是进入到我们 这个2024落选人的系列专访里面 我们来特别要访问的是 这个王醒之基隆市议员的 对不起 基隆市立法委员的参选人 醒之你好 嗨 中翔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应该是对你在议员的表现 印象太深刻了 所以在上次开场 跟这个还是提到你是议员 没关系 就是立委的这个参选人 刚刚我们在上段的节目当中 事实上就是您 我们揭露了中选会的发言 这个发言里面包括 我觉得两大重点 一个就是五个正义 另外一个是所谓的世界 也是我们过去曾经讨论的议题 当然有一些新的发展 新的面向 但是我觉得这里头 我觉得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谈到的是一个财政的部分 然后你在里面也提到 包括你在参选的一些相关的过程 也提到财政收支划分法 必须要做一些修正 来扩大基隆的基本的财政收入 我事实上非常认同 但是我也觉得这件事情 应该是很多的地方 就是非六都的立法委员 应该要关心的议题 可是相对之下 在我自己的观察当中是很少 因为我自己住在嘉义 我可以完全深刻的感受到 中央跟六都跟六都以外的 资源分配的不足 我想请你特别谈一下 为什么你要主张财政收支划分法 必须要修正 他跟一个地方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好 我讲一下 这个议题 坦白说 你如果要放在选举的过程当中讲 难度其实非常非常高 你知道因为现在在选举 基本上没有人看政见 我必须要讲 完全没有人看政见 或者会看政见的人 应该就是凤毛灵爪 灵爪 OK 对凤毛灵爪 就是说是非常非常少的 那我们如何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不断的谈政见 这个这件事情 其实是我们在这个选举过程当中 我们花了最多最多力气在尝试的 你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到 因为中小年纪跟我差不多 就是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其实你还可以曾经看过 就是早期的党外人士 或者是早期的反对势力 其实用大量的接奖跟肥皂香 来对市民进行演说这件事情 在现在这件事情 你如果到全台湾各县市去走 你不会看到有任何一个候选人 在谈政见 非常非常少 他只剩下在政见发表会的时候 他必须要去 他必须要在市民观感的情况之下 他不能缺席这个场合 否则其他的你都都看到他们在做的 其实全都是各自各样不同的动员 他可能有亲族的动员 情绪的动员 种族的动员 国族的动员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动员 那统俱的动员 但是就没有人在谈政见 那所以在这段过程当中 我们后来觉得 我们我虽然提了 武正义作为 基隆市立法委员参选的政见 但是我们其实 根正有条件细谈的 也只有一个 就是我们在主打最核心的政见 就是财政收支划分法 那财政收支划分法 他为什么重要 我先把那个概念再说一下 就是说全台湾的税收 拉到中央去之后 当然有一些地方税 和全国的统筹 的国税 那收到中央之后再往地方分配 分配必须要有公式和计算的方式 那这件事情就是有财政收支划分法 来界定就是中央跟地方财政 怎么划分 那基隆市长期就面对一个问题是什么 是说我们其实如果先不单谈基隆 你光是看全中华民国22线市 你大概就会发现这个数字是 财税分配大概有接近七成 都是集中在六都 而剩下的非六都分剩下的一点小渣渣 那回过头来就问是说 那怎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我们再去追历史 比较粗糙的讲究是说 财政收支划分法从1999年开始 然后一直到现在长达24年的时间 完全没有修法 但是在这24年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们突然就从一都两都 三都四都五都到六都 所以你就会发现在整个财政分配的模式 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 大家都想尽办法要成为直辖市 那想尽办法要成为直辖市抢钱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真的就会让没有办法 这个呃成为呃直辖市成为六都的县市 就会沦落到现在的处境好 那你说可是市民口袋里的钱没有变少啊 那到底什么变少了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会 基隆市其实就是这个现况是 你知道基隆市一年的总税出 差不多就是营均大概是一百九十亿 这一百九十亿当中真正有能力 由基隆市政府自己自筹的 你知道比例有多低吗 只有百分之二十五 只有百分之二十五 剩下的如果中央把统筹分配税再丢给基隆 好那让基隆勉勉强强 可以有到百分之五十 可是剩下的你全都要靠中央来进行补贴 或或或或补助 在这种情况之下 基隆市就像是什么 一直要吵着要糖吃的孩子 但是你就算你吵到要糖吃 这个糖也没有办法让你健康 让你长大让你营养 他只能让你止基而已 那我们说那所以具体在基隆 就会发生什么状况呢 具体在基隆就会发生状况 我们看到的 长期以来 基隆市的基础建设 就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完整性的规划 分阶段的建设 基隆市的建设永远都是什么 写计划要钱做计划 写计划做钱要钱做计划 然后到最后就会变成什么 整个城市的发展都是缝缝补补补补贴贴 你知道基隆市的道路品质提升 这件事情基隆市长期以来全台湾最有名的烂路王就在基隆 人家说都怪说基隆的天后不好 好吧天后不好或许是事实 工程品质或许不好也可能是事实 可是真正的关键是什么 是真正的关键是基隆市的路只要一烂掉 他没有办法立刻就修好 因为全基隆市的道路维修的预算 也只有一年也只有一亿五千万不到 而一亿五千万不到的钱 还包含了桥梁检修在里面 所以基隆的路面永远破破烂烂 所以基隆如果要能够得到一段比较好的道路品质 就变成什么好我针对某一段省道 我来跟银建署要钱 我针对某一段的省道 我可能要跟公路局要钱 针对某一段的市区道路 我要跟这个银建署要钱 然后就是变成要不断的写计划 然后要钱 然后再做一段的补补贴贴 所以整个基隆市你看到的状况就会是 我们没有一个完整的基础建设 在被一次性的规划的时候 甚至连道路安全都会出现问题 你知道今天如果交通部不是如果 就是事实上新闻也是如此 你公布全台湾前20名的危险路口 你就会发现有一大堆的危险路口 都集中在基隆 就是因为我们连道路工程 交通设计的这件事情 连要彻底的做一次改善 和重新规划的钱 我们都没有 就会在这种情况之下 基隆市的市民 每天到台北到双北上班 然后盼着所有的好东西都在双北 但是我们就距离双北 我们就夹在双北中间而已 所以他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发展出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情 就是说 我住在基隆 但是我的认同在双北 然后到最后就会变成是什么 是说那这样子要不要 我们来考虑一个议题 就是让基隆市可以跟新北合并 或者是跟台北合并 变成是我们也齐升六都行列 那说不定基隆可以多分到一点钱 所以从头到尾还是回过头来问说 那基隆市作为一个早期的省辖市 他其实跟嘉义跟新竹都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说面对这样子的规模的城市 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经费 有可以对基础建设做一次完整规划的时候 问题就会一大堆 然后我再举几个例子 比方说小朋友如果在基隆市念 这个在基隆市念国中小 营养午餐 每一餐的单价都足足低于双北十几块 哇 这个数字不是小数字 每一餐足足低于双北十几块 那个单价 好 那现任的基隆市市长谢国良想说 要把这一段的价差给补起来 我们一看就说好 那他如果补了之补了十几块之后 会跟双北齐平 但你知道挖东墙补西墙的结果就会是什么 他假设把这个价钱真的就用我们基隆市自己的教育基金来补足的话 基隆市的地方教育发展基金四年不到就会破产 你知道这个你就会知道是说 为什么基隆市的小朋友在基隆吃营养午餐 他吃到的是这种等级的餐 那营不营养是一回事 我们说光是就价格上和预算上来说 你就知道那更明确的就会是我们基隆市连现在采购的基隆市公车 也都还是别的县市淘汰下来的二手车 这个我就不细讲 你知道就是说那可是更夸张的是什么 基隆市的公共运输的使用率是全台湾最高的县市 如果扣掉台北捷运不谈的话 因为基隆现在没有捷运 如果扣掉台北市的捷运不谈 全台湾各县市公共运输使用率最高的县市就在基隆市 结果我们买的公车都还是别的县市淘汰 别的县市开了八年九年淘汰下来的二手车 来作为我们的市公车 那你就知道就是说 它不单纯只是一个这个县市的经费不足的问题 而是涉及到一个城市 它到底应该要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基础公共服务 给市民这件事情 它应该是要全台湾各县市都是平等的 它应该要如此 那你如果从这个基准来看的时候 财政收支划分法到底要不要修改 它当然就应该要修改啊 它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 它是分配的问题 对 简单来讲会有几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基础的建设 它事实上是不够的 所以这会涉及到你刚刚从财政的正义 会延伸到你在证件发表会里面提到的 虚住老财通勤跟入权的正义 所以这个基础的建设是基本的人权的保障 那第二个这个问题就来自于说 那你做这件事情用这种方法 你让这个城市它是不可能有长远规划的 因为钱不够嘛 你根本也不知道 然后你要有很多的去申请补助等等 我在讲一个更悲哀的事情是什么 就会变成是什么 它会再转最后会转成在政治上的效益 那是就变成是说 只要当基隆市的市长 是跟中央执政的政党同一颜色的时候 基隆市就会拿到比较多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会变成是基隆市致民要一天到晚烧香拜佛 就是说我希望中央跟地方是同一个颜色 那这个其实就变得很悲哀嘛 就变成说我明明本来要有要求一个更公平的这个财税分配 结果变成用来变成是你来绑架我的理由 这件事情是完全没有政治道德可言的 你知道那基隆长期以来就是这现况 过去八年林又昌在执政的时候 中央跟地方就是同一个颜色 不是吗 所以基隆市有没有分配到比过去更多预算 当然有啊 可是因为游戏规则没有改变 所以你就会看到林又昌就会不断的写计划 不断的写计划 不断的写计划 然后送中央中央就不断的给钱 不断的给钱 但是做出来的东西其实都是没有进行 不能讲都是 但是有很多是没有 就是我刚刚讲的针对基础建设 没有进行比较总体性的规划 然后所做出来的东西 那虽然有拿到比较多的预算 但我也老实讲 基隆市市民普遍 没有实质的感觉 这个就是刚刚在讲 他整个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准 没有办法因为整体规划而提高的时候 你做再多的装点和亮点计划 其实基隆市市民的感受度 还是会觉得说 我们就是次于双北 所以这是我要谈的 刚刚谈到第三个这个问题 就会造成某种的依赖跟控制 所以这也是在台湾选举 蛮有趣的 是立法委员是要去监督 我们的行政部门 但是你会看到我们在选举的时候说 中央有某某某地方有某某某 所以我们的预算就可以怎么怎么样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 但是但是没有办法 我们得要买单嘛 你如果不买单的话 你不选这个同党的这个议员 或者是同党的立法委员 不管蓝绿啊 其实都是一样的 所以就会变成是说 那我没有建设了 我没有建设该怎么办的 所以他就会变成是一个长期的控制 那第四个问题 我觉得是蛮有趣 也是我接下来想再去请教你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第一次问题是这种预算 他可能是一个特别预算 或是某种经费升级下来预算 那他通常都有期程 这个期程都得要很短的时间 就必须要去完成 要不然你就完蛋了 就你就人家下次就不给你 或是你的这个效率就不脏 可是这也会使得很多时候 这种所谓的由国家由上而下 然后这种所谓的临时性的这个经费 特别包括像前瞻计划也好 他是没有办法好好的 不只是长远的规划 他连那个在地深耕的讨论这件事情 他恐怕也很困难 因为我得要很快的完成 这样的一个案子的计划 我要再细细下面 是掀起下面的钱 所以那个地方的民主化 其实是会遇到很大的冲击 所以是他最后只能够剩下投票 而不是讨论 可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 其实你很早以前 就成立的左下角工作室 然后其实也推动社区营造等等 你在议员的任期当中 也做了非常非常的 这种所谓的社区工作 那我们知道你是从社会运动出生 从公寓出生 那个所谓的每一个人当作是一个主体 然后去相互理解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你在做这些所谓的社区工作 或是地方的工作 你怎么去把那个民主的概念 是拉到这个所谓的在地真正的执行 或者是你想要去建立一下 什么样的人与人的关心 不是那种我给你钱 我来给你某种 favor 你来支持我 而怎么样去把那个人跟人之间的 那个好像主体那个民主的样貌是可以展现出来的呢 OK这个事情 我今天节目很短 没办法直接谈太多 但是我举几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确实是希望能够把 过去在运动中 希望能够发展出由下而上的社会变革的精神 是能够带进到主流政治当中的 那我们也知道 就是说在现在的主流政治当中 没有真正的民主可言 大概都是派系决定 然后情绪动员 大概都是这种东西在进行操作 可是如果作为一个里长 作为一个议员 甚至有机会作为一个立法委员 他到底能不能玩出另外一种游戏 或者是玩出另外一种样貌 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 这件事情其实是我在当市议员期间 我们一直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要能够操演出操演一个所谓进步的民意代表的样子 给大家看 只要他经验过之后 他就不会再走回头路了 我们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实验 其中比较两个我觉得可以比较拿出来讲的 其实是非常有趣 是我们到现在为止也都还在努力尝试中 就是说现在陈冠宇议员接棒了之后 也仍然努力我们也在做这件事情 我们做了两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叫做预算共读会 第二个东西叫做大家来提案 预算共读会是什么呢 就是说每一个基隆市议员他都要审查预算决算 OK那基隆市有190亿到200亿之间的预算 这些这个跌堆起来的预算书 大概就有4000页这么高 那一个议员绝对他没有办法全部都看完 但是我们都看完 但我的意思是说就算看完你也不一定都懂 所以呢我们其实就有一点点把这4000页的预算 来变成是一个读书会 然后邀请在这个城市当中 不一定是我们的选区哦 邀请在这个城市当中 任何有兴趣的人可以来跟我们讨论 来跟我们一起研读预算 那他一起来研读预算的同时 他就有机会发展出一种 可以介入和进入政治的方法和桥梁 所以呢在过程当中 你就会看到有某一些特定的小族群 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形成 而最后变成跟我们一起共同前进的盟友 比方说我们会跟公车司机一起看公车处的预算 他们是来自于公车处工会 我们会跟消防员来看消防局的预算 我们会跟环保局的员工来自于 来自于这个环保局工会 然后一起来读环保局的预算 类似像我们会跟教师工会 一起来读教育处的预算 然后我们会跟特教的家长来谈特教的预算 就是说他是在那个过程当中 发展出各种不同的小社群一起来读 那后来我们也发展出另外一种模式 就中想知道我是劳工运动出身 所以我后来也会跑不同的工会团体 专门教他们怎么好好使用一个市议员 或好好使用一个立法委员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课程的概念 但我是说我们在地方经营的想象上 其实就是在操作类似像刚刚那个 像预算共读会 我认为全台湾大概只有我们在做这件事情 应该其他没有别的任何民意代表 愿意做这件事情 如果真的你回过头去进行议会监督的时候 你甚至还会发现 我们基隆市真的也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真的有市议员 4000页的资料完全放在箱子里 从议会开始审查预算到审查结束 那个箱子里面箱子上面那个胶带 连丝都没撕下来 完全不看 那你说这个是对错的问题 他当然是对错的问题 但真正的关键是什么 他的当选根本不靠省预算 所以他不觉得这件事情重要 但我们觉得这件事情重要 所以我们其实会在这个过程当组织不同的人 这个是预算共读会 那大家来提案也很好玩 大家来提案只是说因为市议员有提案权 所以当他提出各式各样不同的提案的时候 总有一天他会离不出案子来 因为他自己的所能够接触到的层面 实际上是有限的 所以怎么样能够提出符合基层需求的提案 这件事情其实就变成是要大家一起来帮忙 看来想我们也知道有很多民众 其实他个别陈情的陈情案 好像解决他个人的问题完之后就没有了 可是实际上不是这样 我们会在我们会在个别接到陈情案的过程当中 尝试的在里面提取出公共性 提取出公共性之后 再往上提取出政治性 那你就有机会让他个人问题的需求成为一个大家共同可以往前讨论的公共性的提案 类似像这个过程我们那个时候就会转型成是两种角色 第一种角色我们有点像是社造的辅导团队 我们协助你怎么样把你个人的困扰跟处境的需求转变变成大家都觉得是重要的议题 然后第二个角色就是我们是你的公仆我们是你的仆人 这个提案成型了之后我作为仆人 我们带进到议会殿堂里面代替你发言 你知道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机制 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朋友 然后会在过程当中慢慢看懂我们在做什么 然后同时也会跟着我们在一起往前进 那还有很多类似像这样子的创新的政治工作方法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对于社运参政来说都是重要的事情 这个蛮重要我自己在做一些社区运动或一些社区行动的时候 事实上通常会有两种反应 就是如果我们要去不管是保留什么或是要反对什么的这个过程当中 第一种就是觉得做这个不好就觉得好像做这个是没有什么用的 那第二就是说啊不然我们来找一完就是那就找一个代议者来帮助 然后事实上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是大家反映出大家对自己是没有信心的 就是说我没有被当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或是我有这个能力 可是我觉得你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不只是一种开放是大家来看 那个预算长什么样子 而是让大家在过程当中发现其实我是有能力的 我是可以有意见 我是可以有主张的 我是可以自己去行动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公民参政的一个历程 是啊是啊 所以所以你也可以想象就是说像我们其实一直希望能够发展出议会监督的社会量能 但是呢就一直不够 只有我们好像仿佛只有我们自己是的 但是如果大家在我刚刚在讲的前面那个实验跟过程当中 就我刚刚讲比方说大家来提案啊或者预算共同会 慢慢慢慢有一群一小群人他愿意透过这种方式来更进入政治运作模式的时候 他就有机会可以发展成是议会监督的团体和力量 这件事情其实就有机会可以发展出来 所以所以我觉得是蛮好 我们在这次的选举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不断的在创造 透过选举不断的创造各种跟民众对话的机会 这件事情其实也会是也会是很重要的事情这样 嗯也延续这样的一种比较草根的这种所谓的做法 那事实上呃这个其实是把每个人当作主体 而让每个人从一个真正的人民力量是可以展出来这种做法 可是相对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选举的结果 就要刚刚谈到呃很多是所情绪动员或是派系动员 甚至我们看到是一个救世主换成另外一个救世主 就是哇都是台湾还是一个非常charisma 这种所谓的呃全忍者英雄式的这种选举 那个人民常常只是一个盖选票 或者是某种的跟随者啊 所以在台湾一直以来就会有一种批评 就是蓝绿两大党就是所谓的右派政党 这个所谓右派政党 他不单只是在这个政治立场上面 他是比较偏向保守 或是比较偏向资本 他事实上在选举的这个策略 或是跟民众之间的互动的过程当中 事实上也是我刚刚谈到比较偏向某种的英雄主义的这一种模式啊 然后大家现在看到了这个有第三个大党出现了 但是所谓民众党也被认为是从两个右派政党 变成三个右派政党 你怎么去看待这个现象 或者是说事实上你长期从事公运 也强调社运参政 你觉得台湾还有这个所谓的左派政党 或是比较社运政党的这种空间吗 呃我我认为有耶 而且我认为一直都存在 但是空间越来越小 这是事实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我认为一直都存在 所以所以现在对于呃我来说 或对于我们来说 怎么样发展出呃 怎么样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发展出好的工作方法 我觉得会是重要的 就是说我们早年呃或者我更年轻的时候 我们的社运参政的方式很显然的是呃 放在现在的时空里面其实是已经没有办法运作了 那他必须要能够更进入到社区跟长民生活中 那你知道过去长期以来社运参政 常呃我我认为一直没有办法做到非常成熟的 有一个很根本的原因不是对错问题而是呃到最后 如果在政治上要取得权力有一个很根本的基础 他必须要存在就是你必须要让民众觉得你是一个稳定的存在 那事情是重要的 就是说你可以一直不断的倡议你的议题 但是你如果对于你的议题之外 其他的议题你没有发展出看法或者是工作方法的时候 那这件事情不会得到民众的信任 嗯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除了得到民众的呃就是呃 除了工作方法之外 蹲点我觉得还是所有关键中的关键 就是说你呃那那但是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社运参政的过程 大概都是呃点一下参选完没选上然后就不见了 嗯或者是就消失了或者是内伤而离开了这些状况都有 所以所以你真的要问说左呃左派或左派政治的呃呃参政的空间 当然越来越少但是我觉得是存在的那那那那这当年当中还涉及到另外一个更复杂的问题 就是说因为压迫的形势越来越多元化 然后他也压迫的形势也渗入到各种不同在生活的各个呃呃层次当中 所以呃呃呃就是说 我们所对抗的秩序他也不断的在变形 所以我们作为一种对抗的方法的时候 他也必须要不断的演化 那这件事情如何呃同步进行 而且甚至还有一个他甚至我们过去呃所使用对抗的方法 他甚至还会被收编成为秩序里的一部分 嗯OK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呃我们我们势必就是 那个那个呃所面对的挑战是越来越多 那所以我我只是回过头来就是在讲是 所以不管呃我们所对抗的还是我们用以对抗的 他都必须他都事实上他都不断的在变化当中 那回到一个根本就是说那我如何在一个社区蹲点下来 然后能够取得社区居民的信任 这件事情他就会变得更重要 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信任或人对某一种改革路径的信任 这件事情他不是奠基于呃我们在讲的政治信仰 这件事嗯信任这件事情他跟信仰 我觉得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那我们如何在生活中在社区中取得大家的信任 然后同时又在必须要在这个信任的基础上才有机会来谈信仰 那我我自己是是这样子看所以呃左派政治或左翼政党我觉得在在在在全台湾我觉得都还是有值得发展的空间 那只是差别是说我们到底还能不能搞出一些呃比较比较有创意 同时又可被落实的方法嗯呃这件事情都会是显得重要 这样嗯也是那个权力机制是不断变化 那当然做一个反对者或是一个对抗者或者是一个反压迫者 你一定要去针对这个机制的变化这个权力的样貌也要做一些调整 可是有一个更根本的核心就是你刚刚提到是我我们还是要让别人看到还是要去做蹲点 因为你只有这个过程当中你才能够去了解民众的想法是什么 而不是自以为是的去提出了很多的主张 而这个过程当中你所提出来的主张才有可能回应大家真正所面临到的问题 并且刚刚谈到的是一种信任关系的建议 我再举一个这个例子给我想听 这个是非常雪淋淋在基隆发生的事 你知道我们在反对四街的过程当中 四街它的预定地因为就是在基隆市的中山区 中山区的大部分的里长 对于我们在反对四街这件事情 通常都采取有距离甚至抵制的态度 为什么呢 回过头来就是因为看到有一个更大的现实面是 这些这些礼办公室他们长期以来依赖 协和火力发电厂的回馈金 好那你真的要真的要回过头来问 我后来去逐一拜访了这些里长 这些里长其实对于四街的案子到底发生的争议点在哪边 其实大家都搞不清楚 可是里长竟然就可以拿着有人帮他们准备好的稿子到环评会 上面来代表地方意见发言 然后指责我们作为环境团体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主张 那我们当然也都知道这些文稿 照着稿子念的文稿出自于谁的手笔 可是关键我要讲的是说 当我们个别跟这些里长碰面的时候 个别这些里长听完我描述这个议题的复杂性之后 其实大部分都会被我说服 我坦白说 可是在行动上他没办法改变 为什么 因为一个里长最重要的现实 他如果要在那个里可以活下来 他必须得到里民的支持 如果要得到里民的支持 他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源在里内 办各式各样的活动满足里民的需求 那一龙市政府给各里办公室的经费 远远远远远不足 所以到最后就只能够依靠 类似像这种闲务设施所提供的回馈金 来让这个恶性循环不断的循环下去 所以你知道每一个里长都会回过头来问我 说我在敬老从阳节发放礼品的时候 基隆市政府能够给我的钱就是这样 可是我如果要发到我们65岁以上老人 大家都满意 而且每一个人都有 我的缺口在这个活动里面就是缺20万 这个20万如果协和就是可以给我 我能不要吗 你知道这个事情就是现实 所以我们后来为什么在提有关财政收支划分法 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是 就是说它涉及到 这个里如果定老从阳是一个社会福利的概念 那这件事情他理应也成为是基础建设里面的一环 或者说他变成是一个都市 一个城市应该是集体要来进行考虑跟设计的事情 他不是应该要丢给里长自己在那边商榜 去找钱 你知道类似像这 我是说这种现实一旦有机会进入了解之后 我们在政治面和政策面上面提出诉求跟看法的时候 就或许有机会可以帮里长一方面解号 二方面让他可以更像个比较自在的人 不是被控制的来对这个议题进行评论 嗯 我想这就是一个从基本的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关系建立或是去了解 慢慢的发展到一个相对之下 可能抽象的这个所谓的法规政策的这个面向 那他就是个非常非常鲜明的例子啊 我们也可以看到省知这几年在这个 这个在基隆这些蹲点 或在市议员的这个过程当中 呃跟民众的关系 建立一些关系 然后有某种程度的去改变了一些 看起来有些政治的这个文化 有些做一些调整啊 我说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在你这次的选票 例如说你在暖奶区的得票数 好像也比这个蓝绿的候选人还高 甚至在某些的这个这个开票所还高过 他的国民党的多出来一倍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不简单 然后我觉得更难能可贵的是 呃在我们所有的这个 这个几个访谈的对象当中 你应该是可以领回保证金 还可以取回这个 获得这个补助款的这个候选人 这当然反映出你有一定的这个 这个搭根跟某种的这个实力啊 我想问说你会怎么样去运用 这一笔所谓补助款啊 然后目前的选制对很多的小党 或者独立参选人有很多的限制 你觉得有什么样的突破的可能性呢 好这都是好复杂的问题 我先这样子讲 就是说呃我们这一次选举的得票数 呃呃拿到了三万七千两百六十票 这个数字可能从全台湾角度来讲 不算非常多 但是我们后来很清楚去辨认了一下 基隆市的历史 基隆市过去三十年以来的地方政治历史上 凡是无党籍或是小党 或者是拖党参选的这些候选人 不管是选市长还是选立法委员 从来没有人可以拿到三万七千两百六十票以上的高度 从来没有过 就算他可能是一个当时的基隆市议会的议长 但是拖党参选 他也拿不到这个票数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在在在问的是说 那在基隆市这次投票给王醒之或王醒之路线 或王醒之团队的这三万七千多个基隆人 他到底是意味着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存在 这件事情其实我们目前一直在想尽办法要分析 并且找到这三万七千多人 那回过头来再就是说虽然没当选 但是如果从选票上的分析会可以看到 就是说在暖暖区 暖暖区是 我是第一高票 然后都高过于蓝高过于绿 可是另外还有六个行政区 我都是排第三 就是一定是蓝第一绿第二 然后我第三 其他六个行政区都是如此 那这件事情让人觉得又有又又悲观 但是又乐观 悲观的悲观的是什么 悲观的就是说 哇还有六个行政区 是占了基隆市最大部分的人口数 这个部分我们到底还能怎么做 暖暖区又是全基隆市人数最少的区 这是第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情往乐观的方向想 就是说 哦至少我们知道了 基隆市市民 如果像暖暖区这样的话 就是说我们至少过去这几年 在暖暖区的做法和实践的路线 是还有机会可以抵制蓝绿归队的趋势的 那换言之其他六个区 只要我们像暖暖区这般这样子操作 那或许有机会可以在一个大选当中赢得胜利 然后当选 所以这是一个在选票分析上 我们看到的乐观跟悲观 那至于你刚刚在讲说确实就是我们保证金可以拿得回来 然后一票30元的选票补助金也可以拿也可以拿得到 所以三万七千两百六十票乘上30块 那大概就是有一百多万 你问我说这个钱打算怎么用 我要告诉你的是说 这个钱就是要去贴前面选举的所挖出来的洞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这次的选举经费其实也可以稍微让大家知道 就是说我们在基隆市其实是已经过去这些年来 特别是立委改成单一选取两票制之后 那蓝绿主流政党大概都会知道 在基隆市要选一个全市型的选举 基本上大概花费就是三千万起跳 然后它是不包含买票的钱 就是光是选举经费就要花三千万 那我们这一次的选举大概花了500多万 花了500多万 那560万左右 那这560万里面 来自小额政治现金的大概有400万 所以560万减掉400万 就是我还必须要支付160万 然后但是如果我们把刚刚在讲的选票补助金 然后还有那个那个一开始缴的20万的保证金 都拿回来之后 我基本上还需要负担大概20万左右 还不够还不够 还不够还不够 那那但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我已经非常满意了 为什么非常满意 就是说这毕竟是一个全基隆市的选举 然后我们选到了基隆历史上以来 无党籍或小党的最高票 过去年来没有人超过这个票数 大概都是八九千票 一万多票 但是我们冲到了三万七千多票 这个成绩我觉得虽然不足以当选 但是已经值得拿出来说嘴了 而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成绩 我觉得是什么 是打了一场这样子的选战 最后最后我大概只需要花20万 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很了不起 因为对于一般一般主流政治来说 很多人出来选是要卖房子的 那那我们很清楚没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然后不止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而且我们绝大部分都是透过小额的政治现金 所取得所以刚刚在讲说我们的政治现金差不多有四百万 然后这四百万应该是三百九十几万 但我们姑且同称四百万 这四百万是来自于大概将近三百人次的捐款 有凑出来的 那我自己觉得它会带来 如果我们会再往前分析 就是说捐款人是在什么样的脉络跟考虑之下捐来的 这件事情我们还会再做分析跟追踪 但是我觉得更关键的是 透过这个总数 其实是希望能够告诉全台湾 还想要透过从社运参政的伙伴们知道 就是说其实透过群众的支持 我们是有办法可以突破在财政上的门槛的 这件事情是有机会的 所以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是非常正面的结果跟平息 我想请知的这一番的这一次我们访谈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从你的经验 从你的身上 或是从你们团队的这个蹲点的投入 也告诉我们这个政治改变 他的确是有他的可能性 但他绝对不是某种的英雄主义 或者是我觉得有时候 这个所谓社运也是有太多的英雄的样貌 而没有办法真正的落实在地方 落实在社区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但是你告诉我们 这个其实是有可能改变的 那也的确像你在一开始提到的是 落选者或是落选人 他其实不代表失败 而是代表另外一种新的开始 或是某种也许是迈向成功的可能 我们先把那个成功先挂好起来 可是重点是 那落选之后 我们这个社会或是这些参与者的反思是什么 有没有进行反思反射的什么 怎么样从那个过程当中再找到新的可能 可能还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面向 非常谢谢请之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跟你请教一些相关的议题 我们节目今天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 下次再会 拜拜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